有關這個長者跟高風險族群的部分 那 大家以為說Omicron在這個目前似乎很多 都是輕症 那只是因為Omicron 他出現在好幾波的後面 所以很多人在最近感染 他可能是先前有感染過 或是已經打了2劑或3劑的疫苗 因此在其他國家 你可以看到說Omicron 的這個感染者 感染之後的致死率 數有比較低 但是如果有去跟他的這個 分別說到底他這個打了疫苗跟沒有打疫苗的 一個致死的狀況之下 那事實上是可以有分別 出來 那最近的英國的研究就是在60歲以上 就是 有最近感染的Omicron 那 他的致死率是8.6%左右 但是如果接種3劑 他的致死率是變成1% 左右 所以事實上這樣的 就是有直接降了這個 8倍以下 那另外80歲以上 尤其是最顯著 就是80歲以上 如果沒有接種的話 致死率是25.5% 那另外接種3劑 有接種3劑的話就變成 4.07%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 還是要讓這個 長者的部分 如果沒有接種 要趕快接種 到目前為止 我們 75歲以上的接種率 第一劑是 75.5% 那第二劑是68.8% 那我們最近也跟 這個地方政府也開過會 那我們希望 整個希望訂定在75歲以上的接種率涵蓋率的目標 是第一劑至少要達到80%以上 那第二劑也希望能夠至少達到這個75%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地方政府一起來 推動 就是說 會跟民政 衛政跟民政的這邊單位一起合作 那針對這個我們這些列策的名單 那透過民政系統來鼓勵民眾來接種 那另外我們也會 透過我們這個長照服務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長者 到這個巷弄的長照站 還有社區照顧的關懷據點 還有市製據點 有做這個共餐或參與活動的時候 我們也會希望請他們盡速完成接種 那除了就是呼籲這些來參加這些活動的長者 也要趕快接種 以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那措施的部分 我們這邊會針對所謂的 加強外展接種服務 所以就會請這個針對住宿型的長照機構 社區室跟居家照顧服務 還有洗腎機構中 不管是受照護者跟照護者 還有工作人員 都來提供外展的接種服務 那再來 再來就是說 對於 如果沒有 沒有辦法由家屬陪同接種的 居家照顧服務的對象 那我們可以由這個 熟悉的居服員陪同前往這個接種疫苗 再來就是說 很多我們 據我們瞭解很多 長者他們不願意接種第二劑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有副作用的一個影響 就是有聽到 很多把疫苗造成的副作用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請這個機構 這些 如果是在機構的 住民 那我們會安排這個醫師來諮詢 來評估 來提供合適的這個疫苗的種類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對於長者 弱勢屬於行動不便 那我們也會提供這個 疫苗接種的一些服務 比如說 稻載接種 或是利用這個所謂的愛心車隊 跟富康巴士接送到這個疫苗接種站的 接送服務 那最後就是有關我們這個 有關我們先前就是 提供200元以下的這個衛教品的部分 這個措施 我們會延長到2月28號為止 那希望全國就是還沒有接種一二劑的這個 任何的人都可以盡速前往接種 另外我們衛福部的長照師 就是 為強化這個長照服務機構的對象 來對抗疾病的保護力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將在2月3月的時候提供居家服務單位 所謂的陪同施打COVID-19疫苗的加碼津貼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居家服務員的貼心陪伴 提升這個長照服務對象 外出接種疫苗的這個意願 那這個部分就是主要是因為有 部分失能民眾 他因為 不便獨自出門接種疫苗 那家屬也沒辦法 因為上班 所以沒辦法配合疫苗的接種 的開放的時間 所以影響這些人 這些長者的接種意願 所以目前我們提出的這些這樣的服務 也就是說可以提供居家服務單位 每岸200元的 這個陪同施打這個加碼津貼 那預估大概有24萬人受惠 那這邊要特別提醒這個居服單位 他們在申報的時候 可同時申報這個所謂的陪同外出 這個BS3 但不得同時申報這個BS4的叫做 陪同就醫的這個碼 那這個目的主要是協助這個 無法由家屬陪同接種這個CM疫苗的服務 對象 那可以由熟悉的居服員陪同前往 那居服員也可以 在事前提醒服務對象一些 注意的一個事項 那過程中 就是也可以提醒這個對這個 我們的這個服務的對象要注意一些 注意的事項 那在接種後 也可以透過這個電話來隨時關懷 如果有疫情也可以隨時聯繫陪同就醫 那最後就是說 所以到3月底子只要有陪同接種疫苗 需求的這個長照服務對象都可以透過 我們原來的這個居家服務的單位 還有社區整合型的服務中心 或是1966的一個長照服務專線提出申請 那另外還有